尼加拉瓜政府宣布与我断交 在美中角力之际 再度抛下震撼蛋 到全中国和台湾是一个乱中国的地方 了 人家人的习近习家人 禁止到今晚年 要与台湾的关系 禁止任何关系 或是公职业的关系 在美中的项目 这个白柴是9月的农丹 2021到4起点 尼加拉瓜政府10号片面宣布 和中华民国断交 强调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引发哗然 回顾今年9月联大辩论上 尼加拉瓜外长蒙卡达才敦出联合国 落实普遍性的原则接纳台湾 也有在耳 不过这也并非是首次 尼加拉瓜上一次 和台湾断交是在1985年 两次的主政者都是总统奥地加 奥地加现年76岁 原为左派反政府领袖 1979年取得政权 1985年12月首次中断 和我55年的外交关系 同时承认北京政府 不过在1990年 查莫洛夫人领导了政府上台 才再度承认中华民国 而奥地加2006年再次当选总统 从此对台态度暧昧 终于在今日宣布断交 也并非意料之举 是厌兰德资 台湾目前有十五友邦 若是失去尼加拉瓜 减为十四国 与此同时 还有态度摇摆的宏都拉斯 是否引发雪崩式断交潮 也再度引发关注 网友新闻 严新怡 正好报导 台湾的下一步 人民如何抉择 12月18日晚间10点请锁定 有评有据看台湾 决战四大公投特别节目